最近郭台铭提出一线是一小核电厂的想法 引来论战 民进党批评这会带来恐慌 郭董一线是一核电的这个主张 造成社会的不安跟恐慌 但不安和恐慌的来源 就是民进党污名化核电的结果 像这次王浩宇就很快地出来发文 把核电厂跟核子弹爆炸画上等号 但日本发生核灾是因为海啸 周边一围平地也是因为海啸 所以把核电厂视为核子弹 完全就是认知作战 郭台铭的主张能不能实现 或许还有带商榷 但其实安全性更高的小型核电厂 在美国、日本、南韩等国家都正在开发 迷信党却听到核电就如同吸跳反应一样 先反对再说 完全不愿意参考新技术的可能 一意固形地把台湾电力全压在绿能和天然气 却完全不顾这些发电有稳定性的问题 就算出现太阳晒伤后电不够 或是战争时预估天然气 只能存11天这种荒谬的情形 他们也只会视而不见 继续自以为自己的能源政策才是最好 去年就传出美国商会担心台湾缺电 加上最近的种种迹象都让人怀疑供电问题 政府永远只会口头说没有缺电 现在还有绿委说 但举例来讲 一个有房有车衣食无缺的人 说要省点开销 跟一个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的人 说要省钱 请问这两个情况有一样吗 没有缺电但是要节能 没有缺电但是会停电 没有缺电但是需要天价买电 没有缺电但是连台电都说 被转容量率溜滑提示下降 难道政府偷换概念就会出现更多电了吗 而且如果连最基本的供电都有问题 外资或内资又怎么敢继续投资呢